我幫妳歐歐一時好不好 你看 這個泳池多漂亮 你看萬豪的泳池 多有設計感 好 來 1 2 3 甜美 哇 漂亮 不得了 這個專品要爆動 來 請進 歡迎光臨 參觀一下我們的標準雙人房 很棒 它是用大理石 用很多食材 很高級 哇 它的機器好大 這應該算是標準四人房 一家大小或是姐妹來 一人睡一樁 對 都很舒服 一大早起來喝杯咖啡 坐在這邊 可以看書 中先生請問有需要什麼服務嗎 我要吃早餐 你還要需要什麼呢 我要 有珍藝 有咖啡 有咖啡 我三個都要 早餐就吃比較多 早餐吃完一整天的精神都會 問候真好 而且其實我覺得最好 是因為它的樓層很高 有三十幾樓 所以你看過去基本上 它整個高雄 再高的樓都擋不住你 接下來它最厲害的地方是 是什麼 魔術 哇 哇 蓋起來 哇 哇 掌聲鼓勵一下 哇 然後接下來各位看 我要把這個天空變暗 好不好 我已經想要睡覺了 我怎麼絆到的 感覺手好像有電 很漂亮耶 好大喔 這個是和式的耶 很特別耶 好大喔 來 這個空間太大了 很漂亮耶 它的裝潢 哇 一進來就有聞到那個榻榻米的香味 你有沒有聞到 有 很像榻榻米的味道 這個好像美術館一樣 這是他們的行政套房 而且這個行政套房 你入座之後還可以想要他們33樓的行政酒廊 你看這個和式 哇 這個空間也太舒服了吧 真的 可以大家坐在這裡聊天 然後看外面的景觀 重點上還可以幹嘛這樣 對啊 你看光電視就有兩台 但是它最厲害是它的浴室 真的嗎 你看浴室超漂亮 天啊 天啊 你知道 旺豪他們的飯店 他們是全台灣用最多10台的飯店 你看它的洗手台 浴缸整個牆面 我跟你講 他們以大理石為一個基調 他們買這個大理石就花了7億 7億 好多耶 你就知道多厲害了 所有高級的住宅 它幾乎都是用大理石的石 是 床我們討論看 聽說也是冥床 冥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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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是超大的 重點是它讓你比較有家的氛圍 入座套房 不但有小客廳可以放鬆休息 還能到獨立的和式和喝茶 讓人又置身在日本的錯覺 甚至房內都有擺放藝術品 讓旅客身心靈能獲得充分的滿足 不只房型霹雳 罐內的設施超多 空間和設備大器 不出門也超好玩的 好 接下來這段錄影請各位男士朋友 趕快先把這個老婆引開 把女朋友引開 然後能夠錄下來就錄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一段在網路上應該又會大受好朋友 我覺得你先出來 然後你就出我們就出聲音就好 對 就拍歐巴 我幫你歐巴巴 那你看 這個泳池多漂亮 你看萬豪的泳池多有設計感 真的 每個角度拍照都非常好看 來 拍照 我一直想要當寫真集的攝影師 有沒有 露獻我的手機 我來幫他們拍 對 以免你自己私下爭場 這個我們等一下慢慢拍 很多時間 來到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覺得很放鬆 像在國外 對 這個泳池它是很有設計感的 而且重點是它這裡的水池是標準池 而且是很溫的 所以說一年這個四季 三百六五天 都可以來這邊遊 這裡真的最棒就是 如果你是想要來拍美照的 它這邊整個設計 你可以拍得很漂亮 那如果你是想要真的來游泳的 這裡也是標準池 對 所以可以讓你好好的來運動一下 你們先找一些角落 我來幫你們拍一些美照 好啊 那個這樣寫真集視角 寫真集就是這樣子 哇 你很專業 快點來啊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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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耶 好 來 1 2 3 天美 哇 漂亮 哇 不得了 這個專品要暴動 要暴動 暴動 換你 可以 他們兩個右瘦在那邊 你幫我趕快趕快 可以讓所有男人羨慕一下 1 2 3 很好耶 很好啊 真的很好啊 漂亮喔 接下來我的心情非常的緊張跟忐忑 因為我們有一個特別來賓 跟你有關係 因為我今天是要來見岳父 我們歡迎林莎的爸爸駿翊哥 大家好 我跟妳講 曾毅跟林莎都是高雄人 高雄人 然後這次難得回來高雄 對 然後爸爸很棒 就來探班 而特別來探班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好好來介紹 吃這個鴨肉好不好 好 這一家店開店有70年的歷史 對 是個老店 那這個鴨肉非常的厲害 對 而且它的很多樣化 我們先來吃這個飯 鴨肉飯 鴨肉飯 你看它的鴨肉飯首先就跟一般的不一樣 對 它是加了肉燥上去的鴨肉燥 來 妳餵爸爸吃一口 難得女兒有笑心 好 很可愛 怎麼樣 味道不一樣 什麼樣不一樣 一對女兒味道 哇 好厲害喔 很厲害 來 林莎吃一下 你吃一下 真的不一樣喔 飯粒的部分我很喜歡 比較Q的那一種 我剛剛吃了蝦的肉燥 它的肥的部分比較多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肥肉就會剛好跟飯 包覆在一起 就變成有鴨肉蝦 然後也有它上面那個鴨肉的那個香氣 講得很棒喔 接下來這個很特別 鴨肉冬粉 這是乾的耶 一般我看到的比較像鴨肉湯的冬粉 我發現它給的醬汁跟肉燥很大方耶 乾的真的好少看到 對 味道超夠 它整個是一個滷汁 我們先不講鴨肉 就先講一般肉燥冬粉 而且冬粉是一個比較難入味的東西 對 可是它變得讓冬粉的每一絲每一好 都吸附了它的這個滷汁 而且 它的滷汁超級香又不會過鹹 對 重點是它的鴨肉吃起來 它是有濕潤度有飽滿度的 鴨肉的筆很有Q彈性 然後有那個鴨油在 然後鴨肉本身的肉質又很有汁在裡面 對 好好吃喔 是不是 而且這個吃得出來 它是用那種老滷鍋出出來的滷汁 對 所以它的鴨肉還會帶一點點的甜味 對 然後呢 一般我們會很少看到這種 我冬粉做乾的 是因為冬粉真的太容易乾掉 對 然後吃起來就會一直一滷乾 這個完全不會 這個真的很好吃 有嚇到的 高雄人真的很幸福 這個台北是不到 而且冬粉想不到跟那個 鴨肉是這麼搭的 酒香的滷汁沾得很夠 它的鴨肉呢不會柴 它肥肉瘦肉的比例也剛好 對 這個味道真的是很棒 它的小菜也很厲害 是鴨肉 等一下吃一下這個 嗯 它就是一間鴨肉處理的非常厲害的店 完全不會柴 因為我很怕有時候吃鴨肉會吃到裡面有點乾乾的 切開的時候它那個水分會流失 對 但它這個我咬下去的時候肉汁很多 很多 好那接下來這個厲害了 這下雪的部分呢 它有乾 還有蒸 蒸液不太能吃太硬了 這個就由我們來吃 不是 我是因為正在攪正 好脆喔 好吃 咬得動嗎 腥的部分我也咬不動 但我覺得要沾這個醬 沾這個醬之後它的口感會變得很脆 很好吃 這個醬基本上就是百搭醬 百搭無敵 很精髓啦 什麼都能沾 好心 它的口感就是很有彈性 對 然後呢不知道你有沒有吃過不新鮮的 對 就是那個腥味會非常非常的重 但是這個完全不會 然後再加上這個醬 它可以把那個 壓心的那一點點的甜味再劈出來 好讚喔 好接下來還有這個 壓 壓的皮醬 皮醬 是第一次吃到吧 它的口感有點像是那個 魚軟的感覺 魚軟 魚軟 有點像是雞的那個 摺碗的感覺 雞 雞 雞腐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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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味道是真的是很像 雞腐辣 妳看看 會不會加太多了 真一塊瘋了 等一下 你等一下 不要不要 等一下 我們吃小蛇 我因為我其實不太敢吃雞腐 真的喔 我知道 真的喔 你故意的 它是很濃 然後有一點奶味在裡頭 OK 而且不像軟 真的嗎 妳覺得比較像 我覺得像雞腐 但我覺得它不像雞腐耶 它像雞腐耶 雞腐會不脂 像這個 那你覺得它比較像 雞腐 算是比較硬一點的雞腐 那還是雞腐啊 那還是雞腐啊